汪小飞终于出来回应了,3月12日,她否认婚类出轨,强调和大S是和平离婚,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,并祝福大S和居俊叶结婚,生活幸福。 汪小飞还辟谣与张盈盈的恋情,表示很抱歉让张盈盈遭受了那么久无端的诽谤,一段话将自己宅得干干净净,不过有许多网友听后并不买账,还骂她渣男。 2号,出庸剧组境发生意外,两名工作人员在拍摄时不幸坠骨身亡,主演闫亚伦发门炮轰,捍卫工作人员权益,携全体主演罢工求一个合理交代。 随后剧方也回应了此次意外,称现场有救援队和安全绳索,不料收工时发生意外,剧组将全面停拍,全力协助家属妥善处理后,并协助警方了解事发经过。 电视剧《野蛮生长》终于杀青了,该剧由赵丽颖欧领先主演,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,赵丽颖所饰演的女主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,在钢铁行业披荆斩棘,最终闯出一片天地的故事。 收获失业的同时,还和欧豪谈起了甜甜的恋爱,大女主戏家姐弟恋,看点满满,期待早点播出。 3月12号,与胃癌抗争八个月的内蒙古青年舞蹈家苏日曼去世,终年28岁,苏日曼生前曾获得中国舞蹈最高奖和花奖赢奖,还是旅游小姐中国总冠军才华横溢,可惜红颜薄命,愿她一路走好。 相逢时间,宁树陈可欣终于在一起了,二人开启甜蜜的约会之旅,泳池打闹,拍照,吃饭,以及逛海洋馆,恋爱的粉红泡泡溢满屏幕,共甜的是两人还有吻戏。 陈可欣倾听点水稳宁树,小年轻初恋氛围感浪漫。